我們再來看看OneNote的一些教材的類型 那我們有提過就是OneNote真正純教材的 其實資料很少在它上面 主要都是來自您的網路上的 來自網路上的 比如說剛剛有看到影片題對不對 影片題 另外網頁上的文章 比如說像這個對不對 我也可以直接加到裡面來 它只是OneNote只是透過上面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 把你的網頁開在它裡面 方便它去做這些所謂的計 就是計算你閱讀的時間 閱讀的時間 或者幫你做筆記就這樣子而已 在這邊有沒有筆記的部分幫您做 就這樣 那如果說像這裡 我就從這邊跳 這都是網頁文章的部分 像這樣子 那除了這網頁文章 我們的影片還有什麼 您可能來自Google的文件 比如說這個 您上傳到Google上 有沒有這樣就直接開在裡面了 也可以 所以我們以前有一段時間 在鼓勵老師做什麼 數位教材啊 對不對 那老師到底花了多久時間 在做數位教材 可能學校也有辦很多研習 我用什麼方式做教什麼方式 結果到最後 大家最習慣的還是叫做Office 你有沒有發現你哪一類教材最多 就是Office 對不對 那這樣的 我一樣的教材 可是我為了要它能夠在網路上呈現 我還得轉換成網頁的格式 那你還去學一些網頁的編輯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用您最習慣的方式 是不是就很方便的呈現在上面了 當然我不可否認 Google上有沒有辦法完整的 跟Office完全相容 沒有 還是會有部分 尤其比較複雜的 比較複雜 所以通常我自己現在的做法 反而會顛倒過來 教材簡單化 我不要做太花俏的東西 因為這樣相容性是最高的 我走到哪裡都可以用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Google文件 那Google簡報也是一樣 那今天你不見得要轉換成Google本身的文件 就是那些格式喔 您直接Office的傳上去 事實上也看得到 也看得到 除非說你有比較複雜的 那就有可能不行 好 那像這個 那另外像在這邊 PDF也沒有問題 有沒有PDF的部分 因為有些老師可能上課也是會用到PDF 您就不需要再做任何轉換 就直接傳上去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像這兩個呢 這是直接PowerPoint檔案 沒有做轉換的 沒有做轉換 只是它上面不是像簡報這樣一頁一頁 就變成你要自己滾動的 用滾動的方式 這樣我想對老師在上課的過程 應該沒有太大影響吧 只是沒有那些所謂的動畫 動畫啦 那這是Word檔 有沒有這看起來就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一樣 就直接進來就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像這個新制圖的 就是我們比如說今天看到那個FocusSky的新制圖 新制圖 那像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是雲端硬碟的 雲端硬碟的資料夾 平常各位跟別人分享之後 可不可以分享雲端硬碟的資料夾 可以嗎 雲端硬碟你看 如果你的資料夾裡面是影片圖片音樂 它都可以像這樣就直接看到喔 那這個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語法的方式把它砍入在OneNote裡面 這樣就直接顯示出來 就直接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在我的部落格上都有交 如果您 在這邊喔 我有一個OneNote的標籤 裡面我都有提到就是跟OneNote有關的 我就放在這裡 我就放在這邊 好 所以您透過這幾個方式應該 有發現比較不一樣了吧 以前早期我有用這個Google寫作平台 現在還是有用的 比如說像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課程介紹 如果萬一您覺得說 看網頁的時候 你覺得卡在OneNote裡面 可能看不清楚 你也可以選擇按上面這個興奮頁 它就可以變成獨立一個頁面開 這樣有沒有打開了 對不對 像我在學校裡面課程的介紹 我就會用這種方法 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學校裡面的學校系統 通常介紹比較籠統 會像下面這樣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可是同學如果要看這個 你們同學如果在選球的時候 會仔細看這個嗎 大部分都不會吧 都先問一下這個好過嗎 這個營養嗎 所以這樣不好 所以我除了在這邊 我會把我們上課的 會做哪些範例 不只讓他看 點進去 這就是雲端一碟上的 他可以直接看到我們做的那些範例 點進去看 那還有呢 上課的錄影片 我也把它公告在這裡 哪一個 比如說這個105學年的 他可以看到我們上課的情形 他決定好了 再來選修 這樣不是比較好一點嗎 對不對 這樣表示我們贏獲兩棄 我都給你看了 你願意的才進來的 對不對 江太公掉了 你不願意不要來 所以我公開會比較多東西 會像這樣子 那透過這個方式 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 這些教材怎麼來玩的 好 那我們就要自己試看看 來收集教材 來建立一個自己one note的一個群組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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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